这样做完之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就是网站的相关资料都呈现在这里 那请问刚刚是不是已经做过一次登录 刚刚我打开这一套Power BI 我是不是做过登录GA这个动作 好你看哦 我现在我关掉这个 因为反正我已经存档了嘛 对不对 我刚刚有做储存 好我现在重新打开Power BI 我现在重新打开Power BI 然后接下来呢 我去取得GA资料 我去取得更多 然后线上服务GA连接 这边还没有资料对不对 好我就直接点这个 继续 因为是一个新的档案嘛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自动登录 一周后 假设你自己的网站 假设你现在换一个人 就是如果你的电脑是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操作的 它都已经埋进去了 就是说Power BI刚刚刚已经跟第三方绑在一起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在哪里解开 这件事情可以了解它的重要性吗 不然假设你今天 例如说我们家里有电脑 我可以使用 我太太也可以使用 小朋友也可以使用 假设他有他自己的网站想要去观看 这个时候呢 他怎么样可以去 就是说登录他的 例如说我小朋友他自己想要知道 他自己的网站 那他怎么样去 不要看到我的 而是要登录他的 首先 首先你可能要知道这边 首页 就是我现在开一个新的档案 我想要去登录 例如说另外一个GA 这个时候呢 首页 左边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叫做选项及设定 选项及设定 设定 这是跟设定有关系的 你手机要是有什么问题 系统相关问题 你是不是会去找设定 没错 这边也是 因为他就是一个APP 你把它想成就是一个APP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资料来源设定 这边有看到吗 可不可以去把它 例如说编辑 编辑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例如说 这边原本已经认证好了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删掉 也可以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以其他使用者身份登录 这意思就是我在增加一个使用者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 或者是我现在先把它给删除 这个认证就把它删除 下次我就可以用登录的方式登录进去了 我先做一下给你们看看 就是假设我现在我先删除 删除就是我没有指定跟某某某绑在一起 好 确定 确定 现在是不是就没有了 好 关闭 我再关掉它 刚刚我已经把设定里面就是跟某一个资料 例如说GA连接 好 关掉了 那接下来我再重新打开我的POWER BI 如果我现在再做一次 我必须要等于是说再登录 我才能够连到GA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取得资料更多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线上服务 然后接下来这个GA分析连接 然后继续 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会要求我要先进行登录 这边有看到吗 好 你目前上位登录必须要登录 他刚刚那个必须要点一下 他才有反应 好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件事吗 不然我跟你讲 那个一个礼拜后 两个礼拜后 你可能 你回家之后 你可能 如果 如果你今天 尤其登录脸书 请问一下 你想要去看你这个脸书资料 说不定别人也想看他的脸书资料 来去进行POWER BI的一个视觉化分析 可以了解我现在在说什么事吗 下午还会再教一次脸书的登出 否则就一直挂在那边了 在这边你不用担心 我们这里的POWER BI会整个还原 就是说只要你关机 他就会恢复到安装好的那个状态 他是没有做任何人的登录社交软 社交软网站的登录资料在里面 好 所以这边我就先按取消了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吗 OK 所以现在第一件事情要请你们 点这个 点这个 你开一个新的POWER BI 或没有开新的POWER BI 都必须要做 点选 点选应该这边是档案 档案底下的选项集设定 然后资料来源设定 然后接下来 请把这里面 刚刚已经有一个GA的 请把它编辑全线 删除掉 可以吗 这件事你们一定要 亲自动手做一遍 好 请我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清掉 删除掉那个GA的登录